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今天在諾法會內 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她說出任行政長官一職 任眾道遠 期間提及家人時 更加一道勤煙 既是我公務生涯中最大的榮耀 亦都迎來了人生中最大的挑戰 上任不到兩年 就因為修例的風波 社會暴亂 外部勢力 不停粗暴地干預香港的事務 新冠疫情的衝擊 而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 支撐著我排除萬難的動力 有三方面 是來自中央永遠是特區堅強後盾 的循循祝福 我在就職時承諾 為香港市民一直護航的不變初心 和我的家人的無限信 和默默支持 林鄭月娥平伏情緒之後表示 香港在國家安全和選舉制度雙重保障下 已經回到一國良宅的正確軌道 我比任何時候都對香港更有信心 更肯定香港可以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和香港市民多遠使用 新田補完 餐廳